OK 如果大家都已经完成了这个领取测试币的动作 也都确定自己的钱包里面拥有至少0.02的果立测试币的话呢 我们可以开始进入下一个环节 也就是要来铸造你的NFT 当然在铸造NFT之前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NFT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NFT它的全名是Non-Fungible Token 中文的翻译为非同质化代币 那这样翻译可能不够白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代币 然后它的代币上面呢 可以搭配任何一个文件 或者是任何一个图片 影片 声音档等等 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呢 那当然每个NFT呢 跟每个NFT都是不同的 然后当你发送完一个NFT了以后呢 全世界就只会有那一个NFT OK 所以每个NFT跟NFT之间都是 非常不同 然后也不能做互相替代的一个功能 那以现在来说 刚刚有提到是等于是把图片档啊 文字档啊 影音档啊 储存在这个代币上面 或者是跟这个代币有做一些连结 那所以现在连结的 现在储存的这些创作呢 有像是艺术创作 有3D的创作 有音乐的创作 还有甚至像 共同创作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除此之外呢 它也可以当作是活动的票券 那我自己本身是有使用过一两次 这样子的一个新型的使用行为 这还蛮有趣的 等于说你在网络上买了一个NFT了以后 把这NFT带到 当然是放在手机上面 然后带到实体的活动 去给实体活动的主办单位 去做验证的动作 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我们目前看到 有把这个实体跟虚拟世界 慢慢做一个接轨的动作 所以这方面 其实在这个创新 还有很多的potential 是我们还没有看到 那也蛮期待 未来还会有什么样其他的应用 在活动方面 那除了活动票券以外呢 甚至有些专案呢 把NFT用来当作是一个公司行号的代表 也就是说呢 假设你的虚拟货币的钱包 里面有一颗NFT 然后这颗NFT代表是公司行号 那也就是说你这整个账号 被这个公司行号给包覆住 然后所以当你任何用这个账号去做交易的行为 都好像是用这个公司行号的名义 来去跟第三方做交易的行为 所以我慢慢这些比较跟现实层面 有一些结合的应用 我们有慢慢慢慢的开始看到 那也是 也是期待 有未来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使用的应用 使用的方式等等的 我相信在未来会慢慢的再看到 好 那介绍完这些线上的NFT的应用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来做实作的部分了 好 那就帮我按一下Armory的网站连结 然后现在页面呢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中间有Mint的这个按钮 那确定你的钱包有连接了 有Connect了以后呢 就帮我按一下Mint Mint呢会跳出一个视窗 Metamask要跟你确认一下说 你是不是真的要执行这笔交易 那执行交易的话 这笔交易会需要使用到这么多的过路费 那现在这个价钱其实是蛮低的 那我们就给它按Confirm 按下去Confirm了以后 有个对话框跳出来 帮我按一下View on Etherscan 那这边很简单的一个传送门 到我们的Gorley的Etherscan 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现在正在把铸造NFT的这个动作呢 要给它上链 那通常上链会需要花 不一定的时间 哦像这样 很快就铸造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页面呢 同样的我们要来检视一下 这笔交易记录 那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是 这个交易成功了 它给我们一个Success 这样子的一个标记 然后呢 再来我们就看谁是发送者 谁是接收者 OK 发送者今天我们是用240d的这个账号 那我们确定一下回到我们的ARMY的网站 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包是40d 那这样子的话 就知道说我们的发送者 就是我们自己的使用者的钱包 那我们跟一个智能合约 做互动 进行交易了以后呢 我们的交易动作就是要 Transfer ERC721的这个代币 那ERC721正好是NFT 自己本身的这个标准 只是它名字比较长 叫做ERC721 那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 我们经过这个交易了以后 这个240d的账号呢 就得到了这一个NFT 然后这个NFT拥有这样子的一个ID的序号 所以这样从这些资讯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已经成功了 铸造了这个NFT 那我们其实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了解说 这个NFT是不是有在我们的240d的这个账号里面 那我们就帮我按一下你自己的这个钱包地址 按了钱包地址了以后呢 再帮我按一下 从这边这样按一下 好 按了以后 我需要重新整理一下 也就是说 我可能再重新来一次好了 我们刚刚在这个页面 那可能更直接一点的方法呢 是直接按这个你的钱包地址 帮我把它复制 然后直接贴上 贴上了以后 就会回到我们刚刚 检视这个 钱包地址的页面 那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是去做了铸造的这个动作 在两分钟之前 然后呢 我们又可以看 把我把滑鼠移到这个地方 是Token Holdings 也就是在看说 这个钱包账号 有多少个代币 那我们按一下 就可以看到 哇 原来我们刚刚所铸造的NFT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呈现 OK 那到这个部分呢 也就证实了 我们有铸造了这个NFT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Army的网站 看一下NFT 原就是长这个样子 OK 那后面呢 我们会持续的运用这个NFT 来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 那就晚一点见咯 好 那大家如果都已经铸造完这个NFT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加入一个新的DAO 那这个DAO的名字叫做PlaygroundDAO 它是一个建立 解任务拿代币的场域 所以也就是说 非成员想要加入这个DAO的话呢 需要结一些任务 领代币 然后领到的代币 会作为加入这个DAO的依据 但是这样子讲非常的抽象 所以可能还是要来讨论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DAO本身它的全名叫做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可以翻译为去中心化 或者是分散式的自治组织 那白话文一点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一群运用区块链技术的人 为共同的目标一起行动 其实DAO一开始的行程 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么的简单 就是大家为了一个目标 然后运用区块链的模式 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那了解DAO背后的意义了以后呢 可以来看一看 现在市面上有哪些不同的DAO 当然现在市面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DAO 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DAO 那今天就先抓几个出来比较著名的亚洲区的DAO 那第一个叫做AkiyaDAO 就是最左边这个 它是作为 它是做艺术进驻的一个场所 那它是一堆 它是一个 一群这个志同道伙的朋友 对于日本非常的喜爱 然后对于日本有一些想法 所以他们想要在日本呢 买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当作是艺术进驻的一个场所 那当然在运作的模式上面 不管是智力啊 或者是募资的层面 都是运用到不同的区块链的科技 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叫做不知道 不知道是一个 建立台湾与国际之间web三桥梁的一个社群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要建立 当然就是建立这个社群 然后让这个社群越来越大 那比较著名的是这个不知道的DAO呢 它每一年都会办一个叫做台北blockchain week的活动 在每一年的年底12月左右的时候 那今年2023也会办同样的活动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建议在这几个月可以多多关注 会有蛮多相关的消息一定会出来的 那当然不知道自己本身的成立 跟背后自己的运作跟机制 都是靠区块链上面的技术来达成 第三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Nishikoi NFT 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它其实跟地方有一些结合 那它跟地方结合的模式是在帮日本的一个村子 叫做三口自村发行NFT作为一个数位公民的依据 背后原因是因为这个村子本身的居民人数 已经少于一千人 然后所以想要做一些地方复数相关的活动 所以他们就退出了这样子的NFT 卖给全世界各地的人 然后让大家来作为他们的数位居民 那我相信利用这样子数位居民的模式呢 如果这些数位居民想要去做参观 或者是去日本玩 我相信三口自村会提供一些不错的福利 或者是一些discount等等的东西 最后想要跟大家提的是G0V G0V虽然不能算是一个DAO 因为它毕竟没有在使用任何区块链的技术 但是它其实背后的一个目的 跟DAO的精神其实是蛮类似的 也就是说一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然后一起行动 那在G0V的目标就是要把专案开源开放 公开透明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然后以一个社群的模式来运作 超更新的方式来运作 所以我认为它也可以归纳于算是半个DAO吧 OK 当然DAO不是只有这四个面向 还有非常多其他的DAO 比如说在国外蛮多盛行的是 InvestmentDAO 是投资的DAO 一群人集结起来 然后把自己的资产集结在一起 然后一起去做投资 不管是买货币啊 虚拟货币或者是买NFT等等 也有这样子不同的模式 那在大概很了解一下这个DAO的不同的面向之后呢 当然还是要了解一下DAO是大概怎么样运作的 但不能说完全的了解 但是老实说现在的市面上也并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 所以有点看似每个贡献者在DAO里面使用的模式 有点不太不太一样 那今天在这边所提到的运作模式呢 可以算是大家都有类似的一些机制 那是不是用我们这边看到ERC20代币 或者是用其他不同的代币呢 那都有可能 但是会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把区块链的技术带入DAO的运作机制之中 所以实际来说的话呢 刚刚一开始有提到PlaygroundDAO本身 它是做一个解任务拿代币的场域 所以今天拿解到的代币 解到的任务拿到的代币 它会是以PGD的方式做呈现 那每一个代币呢 会当作是一个群帐 也就是一票的意思 所以你有一个PGD 就代表你在PlaygroundDAO里面有一票 那这个票是要用来干嘛 刚刚有提到我们是 PlaygroundDAO是做解任务拿代币 那至少成员在这个DAO来说 我们要决定的是要上什么样的任务 要领多少的代币 那这些治理相关的机制呢 就会依照每个人拥有多少PGD 然后来投票 来决定什么样的任务可以上 什么样的任务 可以领多少代币 等等等等的一些简单的机制 那当然刚刚有提到 像Nishikoi NFT 这个三口自春呢 它不是用 这个ERC20的代币 它是用NFT的方式 来作为投票的依据 那各有好坏 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再来探讨 各种不同DAO 它们本身的运作模式 那当然这部分讲的蛮多的 但基本上来说 PlaygroundDAO 它是有自己的代币 叫做PGD 拥有一颗PGD 代表你有一票 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PGD 所以就是说你拥有越多PGD 你的话语权就会越大 然后对 可以来治理这个PlaygroundDAO 想要做的事情 好 所以大家了解 PlaygroundDAO是这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 治理的机制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要来开始加入 这个PlaygroundDAO 可是要怎么加入 要加入DAO这样子一个行为 比如说以不知道来说 它会给你一个Google的表单 让你去填 填一些相关的资讯 那可能还要看 可能当下不知道需要的人才是可以办活动的 那也许你会办活动 刚好你提到 你提供的一些贡献的方式啊 贡献的模式啊等等的 是跟办活动有关系的 那不知道也许就会让你加入这个DAO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DAO呢 加入模式又更简单了 可能就甚至只是要进去这个社群里面 跟大家讲个hi 那你就是自动加入这个DAO 也是有可能的 每一个DAO有每一个DAO的运作模式哦 所以可能要去多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的目的呢 是要利用这个NFT 来解一些任务 然后加入PlaygroundDAO 我们要怎么样解任务呢 首先先到左边这个Mission 的地方按一下 按一下以后 大家会看到第一个Mission 就是2023临时小学校 实作认识NFT跟DAO的这个 算是作业好了 那我们来到这个作业呢 会看到有三个不同的题目 那这题目当然都是非常的Broad 那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 让我们多多认识一下大家 对于Web3的想象是什么 所以这边有问三个不同的问题 想要知道说 你探索Web3领域的动机是什么 有没有使用过其他的工具 或者是你会不会想要投入Web3 这样子的一个领域 那每一个作业本身 我们都给它三天的期限来完成 那当然 然后除了三天的期限以外呢 你只要解了这个任务 就可以拿到一个经验值 那解完三个任务 解完这三个题目 你就可以拿到三个经验值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直接开始 来做这个加入到的 活的这个动作 那加入的话呢 我们首先需要用我们的NFT 来投入这个任务 所以在投入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区块链上面的 算是传送的方面需要解决 那解决目的需要让你去 Transfer 去传送你的NFT 把它传送至这个任务的合约里面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就简单的操作 不会太多的这个叙述 那如果有兴趣 想要了解这一段 是在做什么的朋友的话 欢迎到我们这个Armory的频道 来发问 那我们到时候可以再一一解释说 为什么这边有三个步骤 然后为什么我要先去做Approve Approve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有上链 那我为什么要去Approve完了以后 才能去开始这个任务 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呢 都会 都非常欢迎 大家来这个Armory的频道 来发问 那这边我就先按暂停 让这个 区块链 先让我这些动作上链 那我现在Approve完了 我要来直接start quest 好 那我就先暂停一下 好 当所有记录都上链了以后 建议大家再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页面 重新整理了以后呢 就会看到右上角的 本来有一个start 蓝色的按钮呢 就会不见 那代表说 我们已经开始在执行 这个任务 那这个任务 我们可以再到这个 MyQuest的这个页面 然后点选进去 2023临时小学校 会看到同样的一些资讯哦 但是这里面呢 我可以按进去 Redetail 然后去阅读一些 相关的资讯 以后 我们可以来提交 你的回复 那提交回复的方式呢 是按右上角这个蓝色的按钮 就Edit 然后这个地方 就可以让你输入一些 相关你想要回复的资讯 那这边是问说 大家对于web3的动机是什么 那我也许这边就很快速的写说 I我想要学习新的技术 I want to learn new technology OK 好 那大家 当然 这边看 按照大家自己的一些想法 去撰写 写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Submit 按Submit以后 你的钱包 也就是你的这个 小狐狸 或MetaMask 会跳出来 跳出来了以后 帮我按一下Confirm 送出这个交易 就会看到这蓝色对话框 区块验证中 好 那当它在上链的这个过程 哦 完成了 OK 还蛮快速的 当它上链完成了以后呢 你的这个 提交的 回复呢 就会到我们这个review的页面 好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一下 review的页面是要来干嘛的 但是我们现在回去这个MyQuest 回到MyQuest以后 当你提交完了以后 你的这个题目呢 就会变成一个漏斗 等待人家来帮你去做审查的动作 那这个 当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实作 所以只要你有提出来 你只要提交答案 我们就会直接给你审核 就一定会过 所以希望大家去做一下这样实作 不用担心说好像背后还有一个审核的机制 不用特别担心 就做吧 好 然后呢 那我现在这边给大家一点时间 我这边按一下暂停 给大家按进去 这其他的两个问题 然后给大家回应一下 如果你有做完的提交完的功课的话呢 记得要到review的这个页面 去检视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三个任务都有被 都有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三个任务都有出现在review的这个页面的话呢 代表这个环节已经完成提交的动作 那接下来就是靠 要给 Playground Dell 目前的成员 来帮忙做平月的动作 在做平月的动作之前 想要先给大家看 在平月的过程之中 这个passport 或者是你的NFT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先按回NFT 那NFT 有别于刚刚一开始看到 都是没有资讯的情况之下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在quest的部分 任务的部分 可以看到2023临时小学校 呼应我们刚刚现在quest的 的这个题目 然后呢 我现在是一个使用者 是一个非成员的情况之下 所以先让我把我的账号 切换到一个 Playground成员的账号底下 切换过后呢 可以看到说 如果是一个 Playground成员 来检视这个 review这个页面的话 会看到 这边会从 My homework 变成是 Click to review 所以我就可以 来评约 大家的回复 然后给大家 要 要当大家呢 还是要给 给大家pass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 这边 我就先给大家 按pass 我们这边的任务 一个一个来评约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NFT的部分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 我们现在在提交的过程之中 我们在等 区块链 把这样子的资讯上链 上链完了以后 因为我刚刚按pass 所以代表说 我需要回到 我刚刚另外一个 非成员的账号 给大家看这个 NFT的改变 所以我现在登入到 非成员的账号了以后 还没有 好 再试一次 那登入之后呢 就会看到 它现在有几个 不同的变化 第一个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任务上面有一定的 有呼应任务的题目 除此之外呢 因为现在正在 执行任务当中 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 锁在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执行任务的 进度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 使用者呢 提交了两个任务 这两个 两个 两个回复 那 总共是有三个回复啊 那所以我 第一个回复 如果是给它pass的话 它就可以在 progress上面 达到了33% 然后也同样的得到了 一个经验值 好 所以这是当我 检验完 评约完一个任务的时候 那我现在切换一下 我的这个 地址 然后我把它切换到 非成员的地址 OK 如果是切换到 非成员的地址的话呢 不好意思 我如果是切到 成员的地址的话呢 我现在来进行第二个 任务的评约 好 进行第二个任务的评约之后呢 我按pass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在非成员的NFT上面 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能还是要等一下 这个交易上链之后 我们才能看得到 它实际的变化 所以我们给它一点点时间 好 看起来这个部分 是已经上链了 那我现在再切换一下 我的 钱包地址 到 非成员的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每次只要我切换一次 它就会 页面就会重新整理 好 我要按sign in 以后呢 现在我们是 有两个任务已经完成 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password上面 应该是66% 没错 然后两个经验值 也是没有错 所以就是说 我们刚刚铸造的这个NFT 是当作这个参与任务的一个凭据 然后 同样的 它也是可以拿来当作是一个像是成绩单一样的一个NFT 那任何人都可以 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内容 好 那最后当然我们还是来把它完成好了 我们把它完成的话呢 就可以看得到说 是不是有达到100分 好 那这个问题是在问说 你的想要投入这个 hub3的领域吗 那 这个答案就是 当然 好 按一下submit 让这个回复上链之后呢 我们就要再切换到我们成员的账号 这个成员的账号呢 再来去做停阅的动作 好 到这边来了 那一样 点了这个回复了以后 按pass 然后 在我的钱包按确认 等待 这个回 这个记录上链 这个记录上链了以后呢 我再切回去 刚刚这个 切回去这个 呃 非成员的账号 好 那我们就可以再回去看 my quest detail里面 啊 三个都完成了 再来看看我们的nft 哇 也达到了一百分 呃 也就是说我们完成了 这个 呃 小学校的作业 然后 借此得到了三个经验值 好 那完成了这些东西了以后呢 那我要怎么样加入这个道 也就是说 这个道已经评阅完 呃 我都回复了 那现在看起来是这个 playground道呢 也都很 呃 喜欢我的回复 呃 给我的回复一个正面的回应 那 代表说 我现在就可以 呃 完成 呃 我可以去claim 呃 这三个经验值 那这三个经验值 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说 提到的 pgd 也就是playground道自己本身的代币哦 一颗经验 一个经验值代表一颗代币 所以当你按下的claim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领取到了三个代币 三个playground道的代币 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claim的按钮 就给它按下去 按完了以后呢 会这个呃 metamask会跳出来 然后请按下确认 按下确认我们下一步呢 要做的事情就是检验一下 到底什么意思 是我成为这个dial 那刚刚前面有提到是说 我要成为这个dial 代表是我要拥有这个dial的代币 对吧 所以我们刚刚按了这个绿色的按钮 这个claim的动作了以后 代表说我拿了三个这个dial的代币 好 那我当然还是要去验证一下咯 那验证的方式 我们当然还是会回到我们的Gorley 好 到Gorley的Ether Scan 然后呢 再贴上我们的呃 呃 钱包的地址 来检视一下 OK 好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44秒之前 有一个新的交易 那这个交易是最新的交易 那我就直接按这个 可以看到 有几个资讯 第一个是呃 这是我的非成员钱包 呃 对应的是一个智能合约 那他的动交易的结果呢 这边可以看到是呃 给予了这个非成员的钱包 三个playground dealt的代币 当然我们要验证的方式呃 除了看Ether Scan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回到我们的页面来 然后在左边帮我点选 playground dealt 按下去了以后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页面出现哦 这个基本上就是 playground dealt的治理的页面 所以可以看到有一些投票的机制啊 等等等等的 那呃 我们在这个验证成员的 呃 环节上面呢 我们就会直接到最右边 去看members的部分 也就是成员 三个PGD的代币 所以在未来 要投票的时候呢 CDCA就有三票 可以来做投票的这个动作 那来到这第二个验证呢 呃 开始认识区块链开始 一直到呃 建立虚拟货币钱包 再到铸造NFT 再到加入新的Delle 呃 其实这上面的过程 非常的复杂 然后也尽量呃 塞了很多相关的区块链的资讯在这里头哦 所以呃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呃消化一下呃 然后如果有任何想法都可以欢迎来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哦 好 好 其实 我一定会觉得善良好 好 然后 好 呃